为了苗条的身材 您是否曾经斤斤计较食物的热量 10月11号是国际女孩日 高雄市特别在今天找来艺术家 带领20岁以下的少女 以食物为素材 创作代表自己身体的艺术品 要让女孩正视自己的身体 拿回自主权 食物和随手可得的生活用品 组合在一起 就成了这群少女 对自己身体特征的创作品 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会因为别人的眼光 然后就是匡限住自己 就是认为自己胸部到底该大 还是该小 但是这让我觉得 其实我们胸部就应该 长成自然的样子 我们自己最自在 喝重药是对乳房发育期 最强烈的印象 绑钢丝则代表自己的身体 受到外界观感的束缚 另外一位同学 更放了一包绿茶在乳房上面 认为女性身体带给她的感受 就像绿茶一样先苦后干 我本身也是因为身材 都有心理受伤过 可是当大家开始 就是开始说有一些改变以后 有自信以后 那些舆论对我来说 其实不算什么 就发现说 我为什么要去跟从他们的身影 我可以快乐的活出我自己 从国中生到大学生 20多名青少年的艺术创作主题 就是在正视自己的身体 用食物当题材 也企图解除女孩 为了达到外界富裕的标准美态 对自己设下的食物限制 领领他们进入到不同的文化里面 怎么去看待食物跟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女性的乳房这一块 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结合 慢慢慢慢引语出来 他们开始去发声 呼应11号的国际女孩日 活动希望每个参加的青少年成为种子 未来能影响更多女性重视自己的身体 来回女性的话语权 记者王介村 许正俊 高雄报道